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同学是行而上学 但是是行而上学 跳空音不走 手音线不走 跳空音抄底 好嘞 一抄 抄到妈妈下面去了 是不是 这对吧 这样是不对的吧 那妈妈学新量学 说低开低走有什么 首先低开低走有什么 手音线 线啊 量价双盖羊 是不是九音真金啊 是不是九音真金啊 低开低走有大跌 量价双胜羊 那双胜羊 就是九音真金了 双音路是不是往回土了 双音路往回土 那很简单 跳空音啊 能不能买股票啊 跳空音不能够买股票 拉伸你还要 相反还要出 对吧 好 这是一个 那么现在呢 我们看这条线 现在其实这条线没有用了 为什么 你们看 它的量性 量性不行吧 阳阳阴 要找底的 我昨天和大家说 阳阳阴要找黄金 今天找到顶了 对吧 找到顶了 你们看 有没有止跌啊 有没有阳盖阴啊 没有 没有 我和大家大胆预判 他会找这里来 他会找到这里来啊 也就是下方还有五十个点 下方还有五十个点 好 那么我们按照呢 就是我来和大家说 他会找到这根基柱的底 会找到这根基柱的底来 那么 很简单 他今天虽然收在了3360的上方 而他只是一个黄金柱 他是黄金柱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那么他的黄金柱 除非有一点就是什么呢 就是明天 在这个地方啊 阳阁阴 然后在这里要阳阁阴 那才能够收回去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你看他的收盘呢 弱不弱 收盘我叫他收回他的十里先 收回来没有啊 那3373都收回来 是不是弱 3373都收回来 非常弱啊 这是一条 好 那么我们在来看 这条线虽然是收住了 是有底的长银短柱 只说他是有底 但是没有止跌啊 那么明天重要的下线 你们看就这条线3332啊3332 这里和3315两条防守线 记住了没有 就是明天呢 我们在这里是两条防守线啊 这是不容许他跌破的 这两条线是不容许他跌破的 好不好 明天如果上行 不能够收回这条线行不行 行不行 不行 不行 所以呢 他明天 你看他的二一位是3373 3373不能够收回来 依然没有走的同学 我还是这样说啊 真的 如果这样提示 你们还不执行 我就没办法了 你看 家住小提醒了要防跌 第二 无论他怎么拉 他都是假扬 但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都走光啊 但这里都应该全部走光 你不管 只要出阴的股票 你还抱什么幻想 很多同学抱幻想 还甚至有人跳空阴他今天在抄理 跳空阴他不拉拐 他还要抄理 那么我们想一想 这些同学学来的知识 学到哪里去了 我们问一下 最起码的标准 最起码的你都不执行 那你光看四本书有没有用 你参加一期激训班有没有用 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好吧 那么明天上线是3373 3373收回来才行 不收回来继续下行 下线定为3332和3315 好不好 那么我们简单一句话 在这里没有次阳 不看 没有次阳不要看 好不好 收出这样的长腿 你看长银加长腿 长银加长腿可有止跌 你看他今天有长腿吗 他今天有没有长腿 他今天没有长腿 那就继续下探 继续下探 等他的量说出来 对吧 还要说 还要说 然后还要说 就行了 那就是下周的事情了 好不好 尽量我们应该怎么样 应该空仓了 应该空仓了 好 这是一个 这是最标准的事情 从这一天提醒 我们在群里面和收平讲得清清楚楚了 对吧 高位 对应的位置不对 竟然还有人说我们是马后炮 竟然还有人说我们是马后炮 那我们就搞不懂了 什么叫马后炮 说这个前面要跌了 跳空赢了 又直接叫你们在三四五八点不过全部卖出 昨天这样提醒 包括特运帮我带盘 对吧 基训群带盘 都是叫你们在三四五八 无论他怎么拉 你都越拉越慢 而我们不相信这个标准 最后就是事实反复出现 这个事实反复出现 你才可能会惊醒 无论我怎么提醒 无论我怎么说 大家都是以我为标准 以自我为中心 对吧 以自我为中心 那么亏钱亏什么呢 只能是亏钱 以自我为中心 以自记住 任何一只股票低开低走就有大跌 第二 量价双胜阳九阴真金出现了 跳空赢了 双阴路了 是不是往回途了 因破线了 大家看他破线没有 他已经破了3373 大家想 是不是还要下来 破了3373 他就还要下来 对吧 很简单一个道理 他今天只是守住了3360 没有用的 没有用的 在这个地方不要看 所以说 你们记住了 杨阳 杨阳阴 他就会来找这个地方 为什么 踩底呀 量性不好 踩底 这个一定要记住 好不好 明天的下线就定为这两条线 没有信号 我们干不干 我们来听收平的同学没有信号 干不干 没有信号 不要干 好吧 希望大家咨询合一 说到 做到 好 这是讲大方的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创业版 和大家讲了啊 这个创业版已经呢 是严重破位的 是不是 创业版是严重破位 你们看 跳空音了 是不是跳空音啊 没有 没有干的理由 是不是 所以继续不看 这是创业版 没有确认你们不要干 结果可以了 好 我们再看板块 板块上面来看 今天红盘的 我和大家点了几个 第一 互联网当中 还是什么 互联网里面呢 也掌停的是不多的 这个造纸设备传媒 对吧 而只有我们的案例票掌停板 只有我们案例票掌停板 你看到没有 刚好是华谊兄弟掌停 诶 那么整个掌停板上来看 除了我们点的一个电力 电力有几支啊 没有机会介入的啊 电力是一二三四四字板 然后就化工 化工里面呢 我们点的一支票 今天留不留啊 点了一支票留不留 留吧 是不是啊 诶 昨天只点了一支电力 点了一支 案例 两支双双版 对吧 这是呢 然后就是新人员车 新人员车在里面 还是有四支掌停板的啊 四支掌停板 那么从他跌幅去前 我们看一下跌幅 是军工吧 是不是军工啊 是军工 对吧 跌幅去前是军工 家居有设 农历牧鱼 保险 支援券 你看 这些就是前期涨高的军工 加上金融带打压 大家说他会不涨 你们看 首先 看这个权重里面最大的一个 就是中国人寿 中国人寿 你们看 他还没到位吧 到位了没有 还没吧 一二三的高量度 是不是连接两天 是不是啊 将近下来了百分之十几 对吧 还没到位 他们不期稳 大盘有没有 大盘能不能上 哎 他们不期稳 大盘不能上 第二 证券板块 证券板块 今天是悬在空中 你们看 他是不是悬在空中的 看一下是不是悬在空中 那么他可能明天 会往这里一踩 啊 明天会踩这个顶 他悬在了空中 可能踩到这里 有一个反抽 记住了没有 可能证券明天踩到这个地方 有个反抽的动作 我跟你说了 只是反抽啊 明天证券踩到这里来 可能有一个反抽的动作 也就是说 你们看这个证券和大盘的 是不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量是有需在说 证券的量是有需在说量 所以证券关注这条线 能不能期稳 好吧 所以我们还是要关注金融啊 关注金融 看他能不能期稳 这是最主要的一点 好 这是证券 说得清楚了吧 证券在这块清楚了没有 说清楚了吧 好 这是证券 这是金融的 那我们看一下概念板块 来 农业和大家讲过 是不是高潮了 昨天就是高潮了 农业是不能追的了吧 农业今天还能不能追 有的农头已经打出了三个板 四个板 今天还能不能追 还追农业的自我检讨 追农业股的自我检讨 农业股是不能追的 涨幅达标了 好 这是跌幅的 跌幅之前就是农业 然后你看微信导航也是 但是 那么在这里 今天首先 其有问题 首先 就有个消费电子 苹果概念 数字货币 数字货币 只有这两支票 涨平 只有运营股份 和汇金股份 涨平吧 这是数字货币 然后就是IP变现 就是网络游戏 华语兄弟是第一 华语兄弟第一 但是我建议大家 怎么样 只看 不能追他 好 然后就是在这里 稍微的有一点发现 今天在这个版面的科技股 稍稍的有一点反抽 但是总体的科技股 没有出现 总体的出现 没有出现 再看一下 你们看 这就是锂电池创投光伏 还是涵盖在我们的这个 新能源当中 但是这些板块 不能够合力的话 也是没有用的 好不好 也是没有用的 这是要注意的啊 所以说我们要关注 首先关注我们的金融板块 然后 就是我们的这个题材 好不好 所以呢 在整个大盘 我们和大家说 在这些地方可以金座个股 在这些地方叫回避一下 大家应该知道 什么地方金座个股 什么地方不能做了 那么现在开始怎么找股票 找到长银短柱 左侧有底的股票 首先 长银短柱 左侧有底 要等候出次养 这是找 找目标股 第一种 第二种 就是假跌下来 缩量一倍的票 假跌下来 缩量一倍的票 第三 回背 把高位股回避 找三低三有 那么你们看 这个票 这打下来是不是过风了 这是过风 事外 是吧 这是首次都还没过 首次过往往有回落 那么有回落的时候 就注意打结的票 注意黄金结 但是不是高位票 好不好 趋势不坏的个股的那种 就是黄金结的票 要等他在这里做出一个什么呢 你们看在这个地方 最好是不破 33 你看一个 这里抬高了没有 抬高了 那么他就在这里不破 不破这个33110了 最低是315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3333 能够去稳 再来一个次养 然后看能不能过风 这个我说的稍微清楚一点 稍微清楚一点 所以我们务必要盯好哪两条线 务必盯好这两条线 下方盯好3332和3315这两条线 不要的 因为这个高位股多了 你们看今天的涨停板可以看出来 今天26只跌停板 跌停板多了 大家说要不要回避风险 我们跌停板开始多了 对吧 那从昨天就开始十几只了 昨天就十几只 今天达到26只 那么风险就来了 这个时候 还不能说金座个股了吧 我相信没有很多同学能够水平达到是孙悟空的 对吧 很多都是很臭的水平 那么很臭的时候 我们就去洗手 金盆洗手 金盆洗手 金盆洗手干什么呢 看戏上 我们走上正轨 金盆洗手我们在戏院去看戏 听金句 好不好 好 这是明天的策略 好 我们简单就说到这里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几只票 就是我们呢 在学会的之前 应该记住 有些票 能够做 有些票 不能做 我们长期和大家说一句话 有没有标准 比如我今天和大家讲一支票 今天有个同学 就看见我们发了个案例 叫 521 是不是 这个票是昨天 0号 是个0号吧 但是这个0号 它是分时的0号 日向没有确认 是分时的0号 向下打往上拉的 对不对 搭完之后 双风不过后市必落 那么他就没有确认 站稳阴住的司令 明白这个是没有 他有没有确认 他有没有确认 站稳阴住的司令 没有确认 没有确认 我们就要做好防跌的准备 而今天是个跳红阴 他不但不拉拐 他加仓 怎么办 我刚才的交流群里 在收平这支股票的话 那就很丢人 你们说这学到哪里去了 大家自己 我们再检讨一下 学到哪里去了 连跳空音拉拐轻他都不拉 他加仓啊 一倍 找盘就加仓 一加仓跌了百分之十二点五九 大家说 是不是一夜就成了寡妇了 我问 你钱再多也不能这样搞吧 钱再多能不能这样搞 最起码的跳空音拉拐轻 你还要去加仓一倍 还要问怎么操作 后事如何操作 全部都是这句话 后事如何操作 标准摆在你的面前 你问我海哥后事如何操作 我按标准说 没有赤羊不过二一我不干 没有王牌不操武 是不是的 那么你看到了零号 你就往里冲 这是第一 第二冲错了 你没有时间第一时间止损 问 没有时间第一时间止损 你还加仓 加仓之后 还要跌了百分之十二点五九 那我们现在跳空音拉拐轻 这句口诀到哪里去了 大家问 跳空音拉拐轻 这句口诀是用来喊的吗 是用来喊的呢 还是用来我们执行的呢 那我用这一个案例 用这一个案例 来说明你们新同学当中 你们这些同学当中自己看一下 为什么要这么做 大盘已经不行了 你今天还要找盘加仓 跳空音加仓 我想不出来 为什么要加 你不但不出 他还要抄你 那这样做起来 你有多少钱都没有用呢 你说你有多少钱 有多少钱你都会死掉 对吧 这是肯定的 好用这一个理论 这是一个失败的 要自己总结 总结 我到底是错在哪里 你们看我每次在讲失败 失败了你又不听 你又不总结 完全沉迷在只看量 说一倍假跌 好假跌就行了 再说假跌 好的 我看你在两天承受 百分之十几 我看你能不能承受 心态坏了没有 心态就会坏 是不是心态就会坏 那么心态一坏你哪还会有标准呢 装死呗 装死之后还学个屁啊 大家说对不对 有点道理好不好 有点标准行不行 还要问 我后世如何操作 那学的标准到哪里去了 学的知识到哪里去了 你问一下你自己好不好 所以说 谁没有标准 他一定亏钱 那么相反 谁有标准 他就赚钱 比如 我们来看 我们这几天呢 连续给大家考虑 新城市 这个票 你们自己来看 首先 我们把这一天打到这里来 17 我们一步步来 17在这一天 是多少号啊 等一下 这一天是 好 这一天是8月13号 好 2020 你们自己一起来啊 8月13号 好 你们看这个票 在前面的走势 问 这是一根什么柱 是榜后的一根 什么高粱 那么这是一个价板量说 价板量说之后不能够再涨了 为什么没人卖筹嘛 我和大家讲过 没人在卖了 那么没人在卖了 主力是解放军吗 不是 他就要打 一打就把你们吓出来了 你看 他就有卖 有买就有量 那么贾跌 看说一倍 是不是说了一倍 一倍 是不是说了一倍 好 说了一倍 接着再说三一 说三一说三一等于说二一 涨停吧 你们看他有没有刺扬了 有没有刺扬了 好有刺扬了 有刺扬了所以他涨停 涨停之后你们看架板量说他是不是和他一样有没有规律 你们看有没有规律 架板量说有没有规律 跟着规律走总结出高手 什么叫做呢 涨停板都是有规律可循的 都是人为的 既然是人为的 他就有规律 既然有规律 他就有中绩 这就是中绩 看到没有 我为什么在这天要大家发出这支票 问他们有何不同 你们看 这里和他是不是一样的 这里和他是不是一样的 先看规律 版后高音 版后高音 版都是缩量版 有规律吗 有规律 好既然有这个规律 你们看 我们在那看他缩量的规律 好不好 看缩量 好不好 缩量看他第二天是不是缩一倍 现在我逐步在讲这支票 能否明白 第二天如果缩量一倍 是不是扶置了前面的走势 能不能明白 好 说多少 问 说多少 和他是不是一样的 和他一样吧 好 那么他是假扬 请问扬扬阴的标准 我们问 我们问 我的线呢 我的线跑下去了 好 他有没有踩到位 你们看一下 说一倍 踩到了王牌 对吧 假扬要金扬来确认 或再说一倍 你们看第二天 是不是再说三一 啊 问 规律来了没有啊 规律来了没有 我问规律来了没有 那我这一天画图问 在这一天问大家 问 有何规律 这是马前炮马后炮 我们要用正向伏击的马前炮 来做到立向伏击 那前面说三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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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了 好OK 什么时候能够站稳这个大音是你 大音是你 我们就OK 好不好 那么站稳了大音是你 这个大音他是不是前面被干掉过啊 这个大音前面干掉过没有 站稳了死顶 大音的死顶就会打二一位 站稳二一就会回踩这个死顶 是不是回踩这个死顶 好 我们来看一下预判是不是对的 请问 是不是确认了这个 确认了这个真阳了 确认了没有 确认他为基柱真阳 王牌店要等三天 一天两天是不是还差一天 而二一位还没过 还差一天 那么你们看下面 有没有缩量驾长啊 王牌主有了吗 大音是你站稳了吗 站稳了 好二一位还差一点对吧 好有王牌了 站我的这个大音是顶了吧 站我的他没有啊 站我的这个这个过 那么再次站稳的话 他是不是支撑啊 再次站稳就是支撑 那么黄金柱有了没有啊 黄金柱也有了 是不是黄金柱也有了 好的 回踩大音使领不破 掌停吧 王牌键等三天 一二三 王牌键等三天 三五八天方向选 高亮坡有灾祸 等待王牌再操作 高亮柱之后 有序缩量一倍 收集机制 我讲的顺不顺溜啊 讲的顺不顺溜 高亮柱之后 有序缩量收集机制 高亮柱之后 有序缩量收集机制 高亮柱有灾祸等待 王牌再操作 精彩 可是我就是不懂 您说了我就是懂 您说了我都懂 是不是 您说了我都懂 什么时候能够在这种立项 大盘 在这种情况下 能够抓到这样的掌停板的 我今天就给他 送鲜花 这才是真的水平 这才是真的水平 而不是说 凭运气赚在这钱 怎么都要还回去 你凭运气赚在这钱 都要还回去 明白我说的这个道理没有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们来问一下 像这样的票 你是不是要学会养票 收集机制 是不是 懂了没有 那么什么是马前炮呢 什么是马前炮 很简单 那都要自己总结一下 我是不是没学到位 我是不是要谦虚一点 是不是 我是不是要谦虚一点 我是要总结一下 什么是标准 长也有标准 爹也有标准 对吧 好 我们把这支票看完之后 我们来看另外一支票 华仪兄弟 来 这个票是一样的道理 这里是加载量说 对吧 是不是加载量说的 加载量说 在这里实体变小了 没有啊 诶不对 这里实体是不是变小了 实体变小了 诶 实体变小了 是不是要跌了 跌 是不是高亮柱呀 是不是高亮柱 庄谷 我跟你们讲 庄谷很凶 打出来都这样的 第二天说多少 第二天说多少 真跌还是假跌呢 问 他是真跌还是假跌 好的 再来一起长阴短柱 请问他是不是封顶线 请问他是不是封顶线 封顶线吧 左支右撑吧 是左支吧 左支吧 左支右撑 等候右撤阳盖音的行情 零号跳空 请问您上不上啊 请问您上不上 请问您上不上 大英士领高亮柱支撑 高亮柱 左支右撑是其形态 来黄金十字架 是不是黄金十字架 问是不是黄金十字架 问是不是黄金十字架 零号腾空 是不是应该上他啊 虽然我们有些同学啊 啊 总是那句话 您讲我都懂 但石盘我就懵逼 其实要我说一句话 你就不懂 你根本不懂 你哪懂的 一点都不懂 好 来再看 我们昨天和大家讲的另外一支票 广东龙胎 广东龙胎 在这里 好 这个票 我和大家讲啊 他主要是要自救的 对吧 这支票主要是要自救的 为什么呢 你们看主力在这里 是不是有序下跌 年因 年因来啊 年因来 是不是年因 年因没有零界点 有没有零界点 就是你有没有买点 等一下我一问 有没有下跌无零界点 海哥什么叫零界点 下跌也没有零界点 就是没有买点 是不是 好 在这里来了的 绑后假音 这是个风 是不是风啊 好 你们看在这里下来之后 来这个掌停板 是不是来个掌停板 这个掌停板 是不是飘龙啊 这个掌停板是飘龙吧 这个掌停板很健康吧 好 非常健康 那么再来看 第二个掌停板 是放了一倍的量更好 第二个掌停板 放量一倍 对吧 那么 他是否 就是这个左风呢 我们看这个高亮柱 他是不是站稳了 站稳了没有 站稳了 好 站稳了就是倍量掌停 对吧 好你们看 还强些 强不强 他在这里过风的时候 是不是更强了 是不是更强 他更强 好 更强了之后 你们再看 他今天回踩 问 我们把这个地方不要 今天回踩 是不是倍量不穿呢 是倍量不穿吧 是倍量不穿 对吧 倍量不穿 掌停板 这个板封的健不健康 封的健康吧 你看恐龙上 恐龙 坐拐 来 一二三 一二三 低点不低 高点上一 人线打拐出圆角 是吧 人线打拐出圆角 掌停了 那么这些票 你参与一个主力自救 搞一个波段 不就OK了吗 明白这个道理没有 你搞一个主力自救 你完成一个波段 就是非常OK了 就是这么简单 那么相反 有些同学 比如 我们和大家讲的一个 这个临界点的一个票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的 就是有同学 竟然 在前面不去搞 那 那么的 有些票 到了最后的 他就追 一追的 就完蛋 最近多百 又跑了去了 他怕我 我一说 这个版就没了 好 你们看一下 这里跌下来的 有些票 你们看 这些票 在这个地方 和大家讲过 驾长那样说了 一个版 两个版 三个版就应该出了 是不是应该出了 出了之后 我们甚至还有的同学 尾盘抄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跌停板呢 问 如何操作 那跌停板呢 是庄家主力之行为 他只有开板了 你才能走 有了后面自救 你才能上 对吧 所以说我最凡是谁的都要问这句话 啊 后世如何操作 后世怎么操作 有没有庄啊 有没有阳神啊 有没有零号啊 有没有王牌啊 我这句话以后大家少说后世如何操作 请问如何操作 这是没用的啊 这是一个 好 另外 我们来看 哎 涨得最多的跑哪去了 没有了 是不是啊 啊 最近多摆在这里 好 那么我们看 有些票 你比如说 涨幅达标 啊 你们看 比如啊 你看这个票 滑空飞 涨幅达标了吧 一二三 四板不封 你先坚决走 能踢亮住 是不是涨幅达标了 涨幅达标了 他 他不走 跳空音了 他问 后世如何操作 那种人性不足是个真相 从这里和大家讲滑鹏飞 一个板 两个板 走 对吧 走完了再来看 等他有确认的动作 不要再问什么后世如何操作 后世如何操作 这不是一个激进学员 这不是一个特训学员问的话 你把他当作的交流群 那你还不如回到交流群去 量住和量线 是缺一不可的 看到量住 叫想到架住 这很明显是听量住 高量住 按照标准操作 你在以后问我 我只能回答你一句话 按照标准操作 后续话有句话 有些同学说的 这些人问什么是标准 你说怎么搞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看 这几支票 比如 金粮控股 大家说 他今天呢 一个板 两个板 三个板 这个板追上去 大盘不好 是不是要吃响啊 我问 大盘不好 你是不是要吃响 这里一个板 两个板三个板 四板不封 我们怎么走了 而你今天介入这个股票 你是不是要吃响啊 很简单的道理啊 你不要得手行不行 你走了不代表别人走了 这是要讲给大家来听的 并不是所有的板在这里要追的 一定要把风险放在第一位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啊 什么时候的风险来了 这样的板就不能干了 要回避这样的高位股 明白这个道理没有 而不是说 我放弃一个 我就在这里搞 这是一定要注意的 四板不封 坚决在这里走能力 风险永远放在第一位 没有风险的人 最终有一天 会吃大亏的 最终有一天 你会吃大亏 这是金粮控股啊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些 来 最狠的 你们看这个票 它是板后假银 是板后假银吧 那么我们怎么看动作呢 你看 板后假银 一个板 两个板高亮 第二天跌停板 是跌停板吧 跌停板是说三一的 他也要问后市如何操作 你们看 那在这里呢 左侧是不是有个大英式领啊 今天刚好打到这里来 第一开高度迅速的回马枪 你们想一想 这些庄家跃狠 你看一二三四五四回马吧 你看 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 是不是回马枪 是不是回马枪 对吧 好打到这里来 来回马 他又在这里回马 那么你们要注意这些 有没有使用回马枪习惯的阻力 而 是要叮嘱异动的 啊 并不是所有的票 问 你比如 今天早上 就有个同学问 来 广东龙泰 哎 他慌 来 这个时候他问了我一句啊 在这里问你 我不知道 因为 我找盘呢 找盘 在这个地方 搞了一枪 后来拉 拉了之后呢 刚好拉的 我就看大盘去了 他就问 广东龙泰开板了 我说你自己注意看啊 不封吧 你就准备高抛 接着打下来 低点不低 对吧 是不是低点不低 他在这里就卖了 卖完之后 你看在这里卖的啊 自己不盯盘 第二波第三波 你是不是可以买回去了 哎 你刚好说完 我在这里 我又买回去了 所以说 这是一个自己要盯盘的关键 等靠要是不对的啊 哎 你在一问一答 这个时候 他已经涨停板了 我还是强调那句话 一问一答的时间 大家说他该跌的跌了 该涨的涨了 这个时间是不是错过去了 你自己说 你自己说 是不是是不是错过去了 他就在那么一瞬间 他就会错过去 所以要求大家啊 都是要学到了 自己来盯自己来跟 好不好 好 这是一个几个回马枪 这个呢 是一个主力自救啊 好 这个主力自救的动作 按道理来讲 这个应该怎么样 应该先明天注意啊 拉高就跑 拉高就跑 好吧 这是 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海底捞的 海底捞的 然后呢 这也是一个回马枪 你按回马枪的标准1.5 你只按回马枪1.5 你保证按这个标准 你就不会亏钱 好不好 你自己钉 回马枪 好 这是一个 中低产业 这也是回马枪 但是这个回马枪好不好的 你们看一下 这个回马枪漂亮 那么我们这个回马枪 有可能 不把它当1.5个板 这个回马枪非常漂亮 明白了吗 所以 你们明天自己把它看好 所以这个呢 你们自己明天把它看 自己看着 好吧 我就不多说了啊 我什么都没说 我啥都没说 你别说了 这个又说是我说的啊 好 这是一个 那么 汇金谷分讲了 金利台 这都是回马枪 你看到没有 是不是回马枪 都是回马枪 这些阻力很凶狠 你采用 你看明天1.5 你看 烂版 明天1.5就拜拜了 是不是 1.5个板 拜拜 这是 要讲回马枪 好 这里你看失败了 是不是 对啊 所以 没有 我们的这个 水平力 大家一定记住 尽量的空仓 好不好 好 我们昨天和大家讲的这几只票 好 这个票 昨天和大家讲了 他今天直接打一只板了 是不是直接打一只板了 你看 他是不是过了高量顶 三低三有 1 2 接 别 康桥 直接打一只板了 是不是 所以这样的一只板呢 就要注意 哎 你们就要注意啊 他后面自己有没有量 好吧 哎 这是很凶狠的 有一个阻力 滑能电 滑能 好 这里 这是他的交通 那么 龙江交通 在这里有一个高亮度了 这个提亮板 稍微的关注一下 好吧 我在这里这点啊 龙江交通 三低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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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稍微的关注一下 好吧 喂 好 这是龙江交通 自己看啊 滑江发展 你们看 这里和大家讲过 一只板过走风 一只板过走风之后 注意了 那么我们看 你先不管这个 那么一只板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开板放量才好 要不要开板放量才能走远 我是常 天天和你们重复这句话 那么一只板开板 要结合 你看 高开 是高开吧 恐龙坐拐伤 疯了吧 哎 这样的才是好 他又在干什么呢 他在过风 过风放量很健康 你看他在过什么风 他在过这个风 是不是在过这个风 而这个风呢 是假的 是不是假的 你看这个风啊 是假跌的 对吧 320 你看 只要在这里一过去 就OK了 所以这样你 你自己等候确认 自己观察 你看我就加自选 我加几只 加几只 所以在复盘的时候 我们就一眼看 你看这种掌机吗 我复都不想复 哎 我不想复这种掌机吗 哎 都是你啊 这样你 那么 我们很多同学啊 就是在这个基础方面 大家能不能把它 搞老口一点 你看我翻的时候 我看都不看 来 贵东电力 贵东电力 这个板 是跳空的 对吧 同理 它是跳空过走风 那么这样的高量板 都是要来经过确认的 啊 经过确认 所以说 这是我们来学的 都是逐步向什么在转移 大家有没有发现 涨停趋势也好 都是在向三低三有在靠拢 高低在切换 所以尽量大家现在回避高位股那种反抽回调的 那种反抽的股出个次阳那种股票 现在看都不要看 明白这个是没有 你们不信 我们又回到东瓦空谷 那天我回答 我说你自己画一条线 来 你们看啊 这里画一条线 虽然 这是个次阳 是不是次阳 那么它有没有王牌来了 这个 有没有形成王牌转 没有 跌停 是不是跌停 现在它在下跌途中的反抽而已 这是下跌途中的反抽的图形 千万不要看这样的反抽 明白这个是没有 这就是一个反抽的图形 没有王牌你不要干 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这是下跌途中的反抽 千万不要去堵它有二波 这种二波不是这样的 真正的二波是稍作调整 一个掌停板 你看稍作调整 一个掌停板 这样才是二波 它二波个屁啊 你看它怎么二波啊 对吧 它拨不起来了 没用了 好吧 一个要记住这么下跌途中的这样的 搞不得 好吧 搞不得啊 好 这是一个 我们又回到从掌停板 又和大家讲哪些股票不能抄底 口也讲干了 水也没有了 花也舍不得树 外面又打雷又下雨 乌云密布 为我们中国的股市鸣不停啊 好 这是一个 再来 那么你们再来看 什么叫做过风 注意了 哎你们看这个票是不是过风掌停板 哎 这个板是不是过风了 你看我们的案例它今天板了没有啊 这案例就板了 为什么它是涨停板过走风 过了 对吧 一过低开高走 你看 崩 二年板 对 它是涨停板过了 有些票就像大盘和大家说的大盘连风都没过 它怎么涨呢 记住了吗 就是任何一支票 大盘也好 板块也好 它连风都没过 它怎么涨呢 它就涨不了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它涨不起来 你看它涨停板这是过了 哎 哎呦 所以说啊 我们呢 很多同学都是自以为是的 握火前脚孔飘天 恐龙也是龙 吃的恐龙也是龙 大家要注意 恐龙它也是龙 好吧 这是一个 这是我们讲过来的 那么在这里呢 几支 这个还是打六零啊 好 在这里有几支票里很多票啊 几乎都是三低三有 啊 都是三低三有 你看这个总体 就要注意一点啊 这个讲了一点啊 你看 它总体而言都是三低三有上去的 你看涨停板一过左风 它后面就不得了 是不是 非要过左风 不过左风啊 任何一支票它都留不起来 好 这是它的 好 华语兄弟我们刚才都讲了啊 好 你们看这个路销科技 我们只看看 我们把这一天打到这里来 好不好 我们搞一个标准 行不行啊 好 这是八月十一号 十七 其实这样用十七讲啊很累的啊 为什么呢 它关键是考验海购的水平够不够 水平不够啊 它容易讲错 讲错 它就会操作错 一操作错 它就亏钱 这个时候特别考验你的知识能力 你看这个票是架板量说吧 架板量说应该是涨吧 它但是它面临的思维是不是缺口和高量度 那么这个阻力 它就会采用凶猛打压 把这里的人是不是要打出来啊 大家看把这边的人就要打出来 好打出来之后 它既然打 它就要放量 我刚才和大家讲过 这个量放了之后 如果说三一说三一要不要收集 这是一个重点 你不要怕跌 其实我们学量学的同学 我们就要它跌 为什么 越是跌 越能发现有股 越能发现好股票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好 那么我们看 这是它的一个高量音 必须输量 是不是必须输量 哎 我们就等 这像不像教科书呀 是不是直接输了一辈 说商案 假不假 假不假 所以在这一天开始 你就要把它收集起来 怎么收集 好 打到这里来了以后的同学们呢 我们讲的都是真知识啊 海哥说句心里话 真的是不忽悠大家 但是学不学得进去就怪大家了 有些股票 是结合在量学的上面 加入了我十几年的操盘的心得 这里你看 收集机制 说一辈 回踩黄金线 是不是回踩了黄金线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怎么办 等候确认是灵魂 我们不要看他说一辈就行 我们要等候确认 是不是要等候确认 出次阳 站稳大英式里 OK了 好吧 好 你们看 有没有说量度加单枪 站稳大英式里 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建仓 也就是黄金线上出阳盖英了 黄金线上出阳盖英了 好 你只往这里画一根线 大英式里被站稳了 这个阳 这个英被站稳了 而并且是黄金线上出阳号 说量度加小被阳 对吧 说量度加上小被阳了 这个时候 他站稳了 十凛就会打二一 站稳了二一 就会打十凛 如果站不稳 这根大英式里 就会回来一次 那么你就要注意 他能不能成王牌 记住了吗 诶 十凛站不稳 他会大跌 他会打压一次 打压 就会来找他 或这个大英式里 做支撑 你们看 第二天 是不是没站稳 再来一个单枪探离 掌停板的单枪 板枪 说明这个阻力是跑 还是拿筹码 他是打压呢 是打压吸筹 他又是数量一倍 接着出赤阳 站稳了大英式里 然后再掌 他很简单 他是跑完 还是他拿筹码 所以第二天的动作 是不是相当的重要 这就是阻力的意图 跌不可怕 高开低走 我们也不可怕 第二天数量一倍 就要收起来 一收 我们说量去说 不做三一做二一 黄金线上说一倍 黄金线上除此阳 好 这里阳盛进 这里 是不是掌停板不封 我们先卖了 掌停板不封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高抛了 可不可以高抛 先出 好的 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和大家先画这条线 好不好 先画什么线呢 我们看这个能不能成为核的王牌 行不行 这个王牌 这是单枪 单枪最好不破底 跳空不要补 我们就来等 一天两天三天 好不好 来 缩量 缩量没有 那么一天两天了 是不是还差一天 是不是还差一天 他还 你不要看见那里长 他没有过大英司令 你不要看见他在这里长 他没有站稳大英司令 没有站稳他还会下来的 是不是 没有下来 没有 他就还会跌一次 跌了没有 还是没站稳 是不是还是没站稳大英司令啊 哎 还是没有站稳大英司令 那怎么办呢 哎 没站稳 他就继续说 在这一根亮柱的上面 说三一说三一等于 说什么 说三一说三一等于 说二一 对吧 那么他这是个假跌的行为 那么我们就盯住这两条线 和他讲过 是不是要盯住这两条线 盯住这两条线 王牌有了吗 英元帅有了吧 英元帅有了 那么这样一个 他成为王牌 跳空不补 先者优先 授贤给他为元帅 那么现在 他 还差 元帅是可以有 但是他还没合力 对吧 所以你盯好这两条线 不就OK了吗 他这里是不是下来了 你们看下来了没有 注意把单枪破了吧 单枪破了没有 好下来了 你看这里没站稳失灵 他就会打压一次 下来了 好他把这里破了 是不是破了 破了吧 好我们有个问题来了 再说三一 看亮 是不是再说三一 说三一之后 我们在这里呢 你看这是他 是什么柱 刚才和大家说过 他站稳了 十里就打二一 再攻十里 十里站不稳 就会下来 他会产生撑压互换 他会产生这个高量底的撑压互换 明白这个意思没有 那么 你们看这是元帅柱 那么这里 真理是不能够跌破他的 那么他是真理 就是不会跌破这个608 这个608是高量度的十里 那么他就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什么 顶底互换 你看 是不是形成个顶底互换的形式 要形成顶底互换 那么怎么确认他今天涨了 那零号 他是不是就上了 你们自己看啊 亮 说 亮到了 回踩到了 回踩到了吧 他在这里只要一上 他是不是就要上去了 撑压互换 因为他把这个大英的石灵给消化过 是不是 好 你看今天 他是回踩的什么 你看 回踩的 黄金柱 明白了吗 他回踩的是黄金柱 差不差 一分不差 一分不差 在这里和大家讲两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 第一个道理和大家讲 在这里是有底的 阳阳阴 量性就走落了和大盘一样 量性走落之后 他没合力 他只是黄金柱 明白了吗 明白这个道理没有 我刚才和大家把这个大盘讲得很清楚了 也就是在这一个地方也是一样 阳阳阴 他就会来找底 所以说我和大家说的3315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没有 所以 这一个是黄金柱 这一个是远率柱 真正有作用的是他 明白了吗 有作用的是他 你看回踩黄金柱 洋洋因找黄金 找到黄金呢 掌听吧 记住了啊 这个形态 这是非常好的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啊 就像这样的票 呃 撑押护换 那么我们想 理解就是在这里用的时候 不过高量柱的十顶的时候 如果出阴你先跑 好吧 如果下方有王牌 优选于王牌和高量底 能不能进入 不站稳最近的高量的你先跑 有 杨盖因 来说亮 杨盛进 不站稳高量领初 学会养他 不破高量底 等候确认 有王牌 找王牌 这是不是教科书式的 是教科书式的吧 老子一巴掌呼过来的 他问了半天 老子讲半天 最好的买点在哪里 老子真是什么 没话说了 真是没话说 讲半天嘛 这是什么柱啊 我再跟你讲一遍 好不好 他最好的买点在那里 这是什么柱 杨盈 找黄金 左侧有底高量处的实力 讲这么半天 他来个还是听不懂 他还是听不懂 说这么半天 是不是 这是什么黄金 这是什么英元帅 那你这个基础堪忧啊 你这个基础是堪忧的啊 基础非常堪忧 真的啊 你看 你看 这就是这只股票的走势 是不是走势啊 一照着这个高量底 你看 来 低开高走的 低开高走 跳空音 胃破底高 好 搞得打差 真是你嘛 先不听你嘛 我哭笑不得 我真哭笑不得 哎呀 我真是哭笑不得 你们看 打到这里来的时候 是不是跳空音 胃破底高雨 人线不撤离啊 跳空音 胃破底 这个底就是黄金底 跳空音 胃破底高雨 人线不撤离 是不是都用上去了 是不是都用上去了 他个狗的 他又来一个 脑子凭什么 他是将军呢 他又来一个 我消消气好不好 黄金中 是不是降成将军中了哟 他凭什么是将军呢 你告诉我 他凭什么是将军呢 你告诉我 他凭什么是将军呢 三日定性 他明明就是黄金 这真是气死我了 他搞个第四天 我我的妈 真是没办法 他搞个第四天 他搞个第四天在线下 我真是要吐血了 这 他本身是元帅 我给他降了一级 但是他本身是不是元帅 他是元帅 给他已经降了一级 降了一级成黄金 三日在其线上 跳空没有舞 本身是元帅 把他降级为黄金柱 黄金柱不能踩底了吗 你们这个课程都没看呢 这十九七的都是大爷 真是大爷 基础不到位 视频不堪 对吧 王牌柱不影响他的定义 但是影响他的量性 影响他的品质 杨阳英彩底 本身就是元帅 给他已经是量性走路 给他降级 好 这是一个 那么 这都是一样的 邦 这都是远离的 像这样的板 一般抓不住 这样的板 一天都是抓不住的 因为他脱离到我们量学的什么 脱离到我们量学的这个预警的 但是 你们看 这个票 在这里 是不是在这里 他有没有有效破掉他的底 有没有破掉他这里 没破 高量补破 所以他来个掌平 是不是 这也是高量度补破 高量补破 但这不是次权三通 这不是次权三通 这叫高量补破了 用普通战法 记住了吗 次权三通 是在这一段 是叫次权三通 这个很难 次权三通 是在这一段 用次权三通 在这里来以后 用普通战法应对 好吧 明白吗 用普通战法 不要用 这个次权三通了 次权三通 是在这一段 用次权三通 在这一段 用普通战法 好 记住 那么 这个江三 你们看 绑后贾银 像这样的票 开在二一位 是不是千流带长的 什么叫做 什么叫做千流的开盘之后 动作就会告诉我们 绑后贾银 他直接开在二一位 这里就是应该 我们 这个千流的一个 但是他是高量 好不好玩 说明这个阻力不强 是不是 是不是阻力不强 还是贴量高量 是不是 这是注意的 这个就是不是很强了 你今天进没有问题 但是一定要记住 明天要怎么样 明天要跑得快 好不好 明天要跑得快 这里 你们看 就这个票 也是一样 你们一定划线的时候 我现在跟大家交一下 大家划线的时候 记住 按照康段键点一二三 比如 我看见什么 跳空补空 我在这里是画一个跳空补空 点住架住的实底 棒一点 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们就看 好 他是因为这个缺口有压力 对吧 是不是因为这个缺口有压力 所以来这个高量 高量之后 就开始了 开始收集机制 收不收集啊 收不收集机制 说说说说说说 说的没了 是不是说的没了 说的没有了 这样的票的 就应该注意 收集起来 用三五八天 一二三四五六 你看一二三四五六 第七天掌评 不见得非要每次回场那么标准 用大洋的三一二一做支撑 用真理 无王牌可以看跳空 明白吗 真理 大家看 这才是一个真理 明白这个是没有 你看这也是真理 他这个道三维 他在往下走的 看见没有 当我三维的构建 是不能买票的 分时三维啊 就说了很适合 三维正反定多空 反向做空 正向做多 明白这个道理没有 这是正向做多 反向做空 好吧 好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基础知识 也和大家交了一下 另外几支票里 你们自己去跟踪一下 好吧 好吧 我们今天收听就和大家收到这里 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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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